欢迎回来 这里是无奈威视2013 全民创意舞蹈棋局秀 起舞飞扬的现场 那么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揭晓的 就是洪志在奥特特区 到底奥特掉了哪一位评审呢 会不会又是刘真呢 来 凯南 你是听说我是白长面 就是 不不不 他奥特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因为上一期他的表现 我们都看过 只有你没有看过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进步 你却看不到啊 洪志是这样吗 是的 反正这一次 他一定不会奥特刘真老师了 不过我觉得奥特挺对的 他最低分嘛 我就是这是冲刘真老师来的 今天既然洪志呢 是一腔热忱 对吗 然后呢 我们不能够辜负洪志 那我们是不是请出刘真老师 来配合我们洪志一起跳一曲 快去 机会来了 请一下刘真老师 一路讲碎步 别捣乱 好 洪志要跟刘真交流 好 好 帅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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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真老师 洪志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都不看一下刘真呢 一直在太投入了跳的 不会跳啊 不会跳了是不是 今天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大腕很多 大腕很多 感业大腕们对我的支持 好 你今天也是大腕了 你今天就是我们起舞飞扬的大腕 因为要告诉你 你在这一轮当中拿到了280分勾计 所以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队 谢谢 拜拜 希望你快乐 我是范大芒 我是范二芒 嗯 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摔跤的视频 然后兄弟俩自己在家就开始摔了起来 因为我们俩经常去田地里边摔 受伤也是很正常的 把我那个胳膊给摔得脱臼了 自己的脖子软组织严重大伤 这次我们俩也带来了自己的节目 摔跤加舞蹈 好 谁是奥特曼 打分头机器 我们俩也带来了 我们俩带来了 我们俩带来了 哥哥 老夫 对 对 对 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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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舞蹈 他是摔跤真的 那种特别像真的那种 没事的脚道 好 别打了 别打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还活着吗 还活着吗 VG一般没有结束呢 起来 好入戏啊 来来来 谢谢 你们俩还好吗 还好啊 有点累了 有点累 为大家介绍一下 是大毛 二毛 两兄弟对不对 现在相信大家 应该特别担心 他们两个现在身体状况 你看嘴全都打黑了 太可怜了 问一下痛不痛啊 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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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知道这个 一定是要有技巧的 而且他们的反应 都是稍微夸张一点 其实没那么痛 你知道吧 你看假如这样 我现在轻轻打他一下 他就会做出很夸张的表现 来来 一 二 三 你看 太夸张 对不对 要看一张了 好会表演的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也没有那么危险啊 但是他们刚才 不是这些动作 对啊 他们刚才把头 往地上扩 我明明看到 那个舞台都已经在震 而且那个摄像机的位置 都跟着在晃 那个动作都特别危险 那个都是有技巧 那个都是有技巧 我特别关心一个问题 有专业的老师教你们吗 这个没有啦 就是我们看见一个摔跤的视频 感觉特别着迷 特别刺激 然后我们俩在家也没事 没事 我们就自己在家练了 然后家里边我们的床 都被摔坏了一张 我是非常不鼓励跟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太危险了 如果身体万一摔坏了摔伤了 你很多动作 是会影响一辈子的 对啊 我们俩这个摔跤的动作 都练了有五年了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真的 刚才我们几个人 就一直焦头截耳 对 看那个美国视频的时候 我也特别愿意看 对 特别那种 对了 对了 那个就是都是假的 反正你们演的也太真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和舞蹈的结合 咱们聊都聊摔跤去了 应该聊舞蹈嘛 这不是起舞飞呀 这不是起跳飞呀 对 没错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 这个到底应该算是 算是跳舞呢 还是摔跤啊 就算是摔跤也好 我觉得他们更缺乏更多的美感 我感觉不是好看 我感觉是好痛 非常痛 真的很痛 他们说这里边是有技巧的 对 瑞哥 你上去试一下呗 这样好不好 你们两位可以从四个人当中 选一个人来上来 来跟你们来试 到底安全不安全 我们就亲自来决定好不好 现在再给你们一次评选机会 白老师上来要不要试试啊 你看 白老师 你等会儿 你 白老师刚才特别可爱 我跟你说 我估计他们俩要选我 他们俩要选我的时候 你跟我上去啊 没关系 没关系 真不敢 不是 你要不让我上去的话 你看这分数吧 咱们都有商量 还发心发剑呢还 来来来 那我们大家掌声鼓励 白老师来 别有那种难度系数不能 不能有那些 这个我跟老白 俩人就可以演 那个 这样 这样干嘛 别紧张 你先放松 先放松 这我跟你说 越紧张越容易受伤 是不是 你别打 别打 因为咱们先算好 你干嘛 你这不能不能说 转一圈 然后满转你推到空中 那还行吗 你转一圈推到空中不行 来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会扔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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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要 不要 好 好 别做了 好 没事 没事 这慢动作挺好 我忘了告诉你一事了 白 白老师你别闹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白老师他有悬晕的毛病 他真怕转 你这样吧 还行 咱们别用这转的了 还用什么一转 差不多得了 李锐 你怎么那么坏 对 你们刚才逃往地儿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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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我们所有的疑虑 都在于到底痛还是不痛 可谓刚我们展示一下 就是刚才就是撞头的那一个 到底有没有那么危险 好不好 就展示这一个动作 对 慢动作 慢动作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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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你们会感觉到声音很大 总之呢我觉得 评委老师呢是出于对你们的担心了 那接下来呢 很努力的 也到了我们的打分时间 我看完他们兄弟俩以后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妈生活跟我姐姐挺好的 两个人在家砸一砸枕头啊 砸砸纱包啊 这男孩这些运动 我实在有点理解不了 然后我觉得跟舞蹈结合的元素 实在是太少了 剧情跟创意还不错 所以我给的分数是 60分 好 谢谢贾琳 你们要不转我的话 我就给100了 那转了以后给的是 对 赚了以后就是 你是真晕了吧 30分 他们还想赚你一次 你打这分 我去了 因为我真的 应该再多融合一些舞蹈的元素在里边 然后意料之外 你们俩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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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假的 然后主持人啊上来了 你们俩把他也动 他一收尾 这手是太 太坏了吧 他拉上来 我已经这样了 我已经晕了 你们两位是非常大胆的 但是毕竟 这个表演是要让观众觉得赏心悦目 看着觉得舒服 觉得精彩的 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上面比较可惜 这段舞蹈我觉得太危险了 而且太痛了 所以我的分数是 50分 想跟睿哥说说好话吗 睿哥 你给个高分吧 我不会摔你了 睿哥 我觉得你应该给打100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让他俩转我 他俩就转了你 而且这也是很奇特的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么晕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不太像是一个舞蹈 但是我很支持你们给我们这些奇特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这个舞台所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够这个分数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组选手奥特调的 到底是哪一位评审呢 不知道